北京时间1月7日 ATP250莫尔本战四分之一决赛进行 大满贯20贯王得主纳达尔出战 他的对手是荷兰选手格里克斯普尔 在本场比赛之前 格里克斯普尔突然宣布阴伤退赛 这样纳达尔不战而胜 复出首战比赛就闯入四强 本战比赛是纳达尔自去年华盛顿战之后 首次复出 在上赛季纳达尔饱受脚伤困扰 他因此错过了温网奥运会和美王等重要比赛 经过了长达5个月时间的恢复之后 纳达尔终于在澳洲赛季迎来了复出之战 作为头号种子出战的纳达尔 在本战比赛首轮轮空 四轮比赛他面对的是 世界排名第104位的比兰基斯 纳达尔直落两盘取得胜利 迎来了赛季开门红 这场胜利对于纳达尔有重要意义 这是他连续第21个赛季 在巡回赛取得胜利 在现役球员中仅次于费德勒 由于四分之一决赛对手退赛 纳达尔得以不战而胜机身四强 这是纳达尔时隔近14个月之后 再次在巡回赛印第比赛闯入四强 他上一次在印第赛时晋级四强 还要追溯到2020年年终总决赛 接下来在半决赛纳达尔 将会面对的是芬兰新兴鲁苏沃里 后者直落两盘淘汰了莫尔坎晋级 纳达尔将会向着个人生涯 第127次巡回赛决赛发起冲击 第13次巡回赛